好,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下本赛季第一个百姓仁华 6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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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约榜第六,好的,那我记得你了 有机会观战一下,好吧 不,你约榜第六不一定行的 你得是这个段位在前面 他才会在观战的前夜 超修流配古董商 这个是这个赛季或者这个版本 在我看下来最优秀的上分阵容 他的容错率高,效率高,对吧 打得快,就上分这个东西 他不是说你胜率高就一定好 比如有些很拖沓的阵容 但是他的胜率很高,不一定 人家打一把,你打一把,人家打两把了都 这种阵容真是快 上来的话,抓的是囚徒 接受啊,外面已经双修 这个囚徒不需要溜太久 这个囚徒不需要溜太久 现在掐个表吧 再牵制个20秒 差不多就奔着四人开门战去了 当然因为这边的红蝶带的是个金身啊 所以说,古董商待会那波打架,看一下 囚徒应该是逼不出这个金身的吧 一个垫应该是逼不出这个金身的啊 但这边囚徒这个位置卡的还确实不错 交个垫,往前 顶金身了,顶金身的话 也还行 因为第一波古董商他不会来嘛 古董商要第二波才会来 第二波的话呢 红蝶这边金身CD差不多也好了 就这个金身逼出来 不知道古董商会不会第一波就来啊 傭兵现在过来救人 傭兵跟古董商两个人是开黑的 目前总量我们来算一下 总量加起来 刚挂上人的话三台机 傭兵这边,一个护臂跳 好的 应该还玩一会儿吧 直接救吗 还是拖一拖啊 我觉得稍微 因为这套这种可以稍微拖一拖啊 游民吃一刀 拖一拖,吃一刀 然后货币跳开 会不会比现在好一点 这样的话 实际上来讲会更加充足一点 囚徒这边手里一个垫 古董商来了,好的 这波古董商来的妙 这波古董商来的就非常的正确 为什么呢 因为你待会儿等到这边的囚徒倒了 古董商再来 救下来再打这个金身CD 就好了 要打 就得趁这波金身CD美好的时候打 一棍 好,甩下来 掩护一手 一刀扛住 那囚徒这边拉开 囚徒这边的话 一个翻板加速 拉,没拉开 古董商这边的话 棍子CD 还要来吗 还有一桶 假动作 嗯,这波怎么说呢 这波打的效果一般啊 托嘛,稍微托到了一点 但是拖的不算多 这边掩护队友 可以,这波的话 保了一手佣兵 飞轮躲掉刀 这一棍子没甩出来 那那边的话 机械是过来救人 我们来算个机子 最后的机子 两台都差的有点多 这个囚徒是个上挂飞 但是红蝶这边的话 被拥兵给牵制住了 再过去那边扛刀 现在只有一个活口 等于说 因为拥兵要去修机子 机械师这边帮忙扛刀 外面只有一个活口 要古董商这边交完自己 然后两个人一人一台机 囚徒有电 交电 红蝶这边金山 不太想交 还有机会啊 还是有机会的 目前来看 还有机会能打出四人开门战 因为机械师这边 贴着 但两个人不能分开 机械师得无限帮忙扛刀 就扛 就绕 对 拉不开的 这两个人不能拉开 死扛 扛 扛 哎呀没扛到 没扛到我们就算了 用兵这边机子也好了 差一点点对不对 如果这波 这一刀扛到了 是不是四人开门战 大家可以看到这套阵容的一个效率有多高 够了够了 娃娃这边的话 待会还能操作贴个门什么的呢 这边傭兵能不能保个满血 保不了了 一刀剩射 密码机点亮 机械师操作完了 佣兵两护币 红蝶这边的话 底牌没有交 技能还有 趋向于一个平局 护币跳 地窖在这里啊 你别说 红蝶有点急的 这边 我觉得红蝶可以切闪现 把这佣兵抬了 哎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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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董商这边没走 直接船 那边或许是个娃 机械师 拉开 门的话才点了三分之一 古董商这边要佣兵交自己 他自己先去点门 这个就很正确 大家可以看到 有多少人在那个环节 会去把这佣兵给摸起来 佣兵摸起来有没有用 没什么用 你门一直没有开 这个人就不一定能确定 能走 要做的一定是先把门给开了 这佣兵有自己的 你自己起来 我没时间管你 对很对 现在这边门开了 红蝶应该是赶不上了 佣兵的话 这边直线走就可以了 很精彩的一局 两边发挥的都蛮不错的 就古董商的一个发挥 没有发挥到最好 讲道理 在那波 当然有地理位置的一个限制 因为当时古董商第一波打架的那个位置太过于空旷了 你但凡进一个狭小的空间 那古董商发挥空间可太大了 那边发挥空间可太大了 有地理位置太大了